教会的儿童缤纷下令会 在7月16到21号 有470位的小孩子 参加侍奉人员有150人 不知道这些儿童他们的心情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些小孩子是很开心的 因为整体来说小孩子是比较单纯的 比较乖 天真 所以跟小孩子在一起玩非常的开心 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帮手参与呢 有没有机会唱一下他们的耳歌呢 在今天中午 我们会有机会听听 唱唱他们的歌 都希望我们好像小孩子一样 那么纯真 那么专一 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用心来敬拜 用心来听道 用心来牵手煮餐 请听我读出两段的经文 第一段是一节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八节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另外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 耶稣进了耶利哥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 名叫撒该 做税吏长 是个财主 他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 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 撒该 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 都私下一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撒该 站在 站着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耶稣说 今天救恩到了浙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主啊 在今天中午 我们一同用心 来朝见你 亲近你 我们会用心 听你的话 求你让我们一同地用心去相信 我们一同仰望你 求你 却推荐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字 阿们 一会儿 这几个月 我常常会提到 使人得福 自己也蒙福的信息 上一次我们说到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的人 是心灵贫穷的人 他们知道生命就好像一根折断的油尾草一样 他明白是需要神的帮助和拯救 立位 立位 是一个虚心的人 但耶稣向立位说来跟从我的时候 立位听到简单的话 说跟从我 他就立即的放下所有的东西跟随耶稣 这是长期以来所等待的救赎 他知道 他这次是一个大罪人 立位站起来跟随耶稣 这就是他的虚心 他好像是很有钱 但是他的心灵是贫穷的 他也知道 生命是空虚 生命有很多的绝望 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去相信神的救恩 信靠神 去投靠神 他就非常的开心快乐 来邀请耶稣基督来吃饭 当时的宗教领袖一见到 就向门徒发言言 有没有搞错呀 你的老师跟这些罪人一起吃饭 有没有搞错啊 耶稣基督听到这项的批评之后 就说 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要得着 我来本不是叫一人悔改 乃是叫罪人悔改 在今天中午 我们会集中在另外一个福 马太福音的五章八节 讲到第六个祝福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有哪一些人是清新的人呢 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清新 是不是指的是清洁的思想呢 是不是好像 哲学家齐克果这样说的事 是非常专心的来做一这样的事情呢 人真的是可以有清洁的思想 是可以专心做一件事情吗 在你们当中有哪一个人 是能够百分之一百 清洁思想的呢 你们是清新的吗 我们当中可不可以找到一个 是清新的人呢 陈牧师 你是不是清新的人呢 什么叫做清新呢 我们在圣经当中找到答案 清新的英文是 Pure in heart 意思最主要的是 来自于旧约的诗歌当中 犹太人的一些表达的方式 比如说西篇的24篇 三到四节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谁能正着他的圣索 就是首节心轻 意念不向虚妄 岂是不怀鬼诈的人 诗篇73篇一节 神实在恩待以色列 那些清新的人 这就代表 世人那种敬虔 他们的心 是对神专一 对神专一的顺服 他们的心 是非常专注的 什么叫心呢 犹太人是怎么样来看心呢 心就包括了 认知理智 也包括了意志 认知和意志 根据马太福音 心在外面说话的来源 的根由 所以马太福音的12章34节 这么说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马太福音15章18节这么说 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这才污秽人 你的心有多肮脏 你的嘴就有多么的肮脏 心是外在来源的来源 马太福音第15章19节是这么说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 有恶念凶杀奸淫狗和偷大 妄振磅毒 心也是关乎人内在的那种的思想 马太福音9章4节这么说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 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 马太福音24节48节 倘若那恶仆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持 心是什么呢 心的本身 也没有善跟恶之分 人的心可以善到一个地步呢 是仁爱啦 宽恕啦 人的心可以做恶的事情 贪心啦 恨人啦 贪财啦 所以心情是一个真正的我 是一个真的心 它是不假扮 我们用心去理解 就是我们很真实的去理解 我们用心的去宽恕 我们很真的 是真实的去宽恕 心就是这样的意思 什么叫清呢 清就是干净 洁净 洁净就是说心的方面 就不是指离仪的洁净 或者是行为的洁净 而是心 在旧约的律例当中 清洁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就是清洁 如果你做的事情 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就是不清洁了 清洁净 是个合一 是个皈依 意思是说 我们的心 和神的心心 是皈依 是符合神的心思 清就可以是个最交 我们情心聚焦在神那里 我们非常的专注 如果清是这么解释的话 心也是这样的意思的话 什么的人是真正清新的人呢 真正清新的人是有别于那些表面清新的人 表面清新的人 就用他的嘴唇 非常热情的来赞美神 但是心灵是原理神 这些人表面是很干净 但是其实内里是非常的误会 所以解经学者是这样的认为 马太福威的五章 五福的第六福的真正的要点 是一个清新 就是一个诚实正直 是有一种有insecurity的生命 这就是诗篇二十四篇四节 刚刚我们所读的 就说要守节心清 意念不向虚妄 启示不怀诡诈的人 诗篇二十四篇就是一帮人 在圣殿的门口的歌唱 就这么说 清新的人 是很合一的 非常皈依的 是非常的专注 而且是正直的 清新的人 是有福的 有清新的人 他们是能够看见神 到底看见神是什么意思呢 看见神是指 正义的人有一天 可以看见神的面 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四节 是这么说 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 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这样的说法 肯定是个应许 这个应许是将来 我们可以面对面 看到神了 都是 不过是将来哦 是周末的时候 是时间的周末的时候 我们会见到神 正义的人 会在那个时间 能够被欢迎到父亲的国度里面 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这是对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 那么我们也知道 我们是不够清新的 有谁敢说自己是清新的呢 不过我能很肯定的告诉你 我们也想清新一点 我们都想清新到一个地步 可以在今室看到神说 我们也想在崇拜当中 看见神 我们又看不见 丢了福 我们都可以 甘心看见神 不过也不是完全看到 只是撇见 如果我们能够偷看到神的面 能够撇到神的面 我们就要清洁我们的心 我们要留下空间 能够留下空间 给这个赐福的意象 能够看到神的面 能够清洁他的面 摩西真的非常喜欢 能够很想见到神的面 但是耶和华怎么说呢 他说 我也要显示我一切的名字 在你的面前 在你的面前经过 但神又说 只是你不能看见我的面 因为没有人见我 还可以存活 所以神的意思就这么说 你不可能见到我的面的摩西 你是不可能见到我的面的 不过你可以看见我的后面 我的背影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的 摩西的那个时候 见到神的背影 也是要见的 所以一定要竭尽他的心 留下一个空间 能够 得到蒙福的意象 除此之外 甚至当中 是说到人是撇见神的 亚伯拉罕 他见到神 是三个陌生人 陌生 他跟着三个陌生人一起吃饭 摩西也是看到 神是在荆棘的火焰中 撇到神 对以利亚来说 他也看不到神 但他听到神的声音 微小的声音 在沙漠当中微小的声音 在圣经的当中 神是在群体中出现过 在梦里面出现 在星宿上面出现 在云的上面出现 在杯跟饼当中会出现 在我们的讲道的当中会出现 很多时候 神在细想的事情那里会出现 所以耶稣基督常常教导我们 你不要小看人 不要欺负人 但是你看上去很落小的人 你要帮他们 他们肚子饿的时候 要给他们吃饭 他们有需要接待他们 他们没有衣服穿的时候 给他们衣服穿 因为你做这些事情的话 就好像做在我身上 意思是说 在事小的事情上面 你要去做 你要去专注做善事 就能够见到我的面了 但是不少时候 我们也都知道 我们内心的状态 我们的内心很多时候 是一个空置的阁楼 我们当中有很多美好的意象动机 但是这些意象是很迟的 很 经常是迟到的 我们是想做 但是是没有做到 我们的心经常的犹豫 我们的心是常常的焦虑 我们的心是常常的懒惰 懒散 我们没有打理我们的心 我们没有清洁我们的心 所以假如蒙福的意象 在我们的教会门前经过的时候 假如蒙福的意象 要在我们面前经过的时候 我们是见不到的 因为我们的心的窗户 是污秽的 是不干净的 有很多的尘埃 所以就算神的面 是经过的时候 神的后面 背面 背影是经过的时候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撇见的 事实上 不单是你们不清心 我们 也不清心 我们做牧者的 都不够清心 乔牧师 你也不是很清心 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的提醒 我们做牧者的 也要常常的提醒你们 以前的教会在简台上面 刻了几个字 是专门给牧师看的 上面写了几个字 说牧师 我们想 看见耶稣 意思是说 来崇拜的弟兄姊妹们 他们有个心愿 他们的心愿就是在崇拜当中 来经历到神的 同在 能够撇见神 他们希望是能够 见到神的光明 在较黑暗 离开他们 所以 不单是听到的人 要清心 讲到的人 也要清心 如果我们不清心 我们是不能够撇见神的面 我有清心 我有清心的人 能看见神 在圣经当中 有一位清心的人物 是我喜欢的 也是小孩子所喜欢的 他就是 小孩子 喜欢的 他就是撒该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唱过 撒该快下来这首歌 我小时候就唱过了 曾经家 的人 有没有唱过呢 我就连 这里的这边的姑娘 他们都没有唱过 原来 现在的姑娘们都很年轻 知识们都很年轻 所以真的没有唱过这首歌 大家肯定没有唱过这首歌吗 温知识 我们在这个地方 问问他 不在这是吗 我们听这首歌 有一个人名叫撒该 他是一个爱笑敌人 有一天他定义 爬上桑树 要看耶稣究竟是谁 耶稣从桑树下经过 抬头看见他在哪里 撒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 谁要唱呢 从今有一个人 名叫撒该 他心里的爱笑敌人 有一天他定义 他想说 要看耶稣将进世事 耶稣从桑树下经过 抬头看见他在哪里 撒该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 大家听过唱过吗 我也知道你们的秘密了 听了回味了这首歌 我们也都知道 为什么小孩子这么喜欢撒该 因为撒该跟他们一样 是这么的细小 也是撒该也爬上树 非常可爱 也很勇敢 但是对于当时 撒该的邻舍 他们不会好 像小孩子这样的说 因为撒该是税吏长 在那个时候 耶利哥是被罗马帝国所攻占 而撒该是帮助罗马人拿取税钱 所以他是耶利哥城所憎悟的人 如果这个城市有什么事情发生 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是带领哀生痛苦的话 撒该是择无旁贷的 当耶稣基督来到耶利哥 周围的人 本来就打算来 欢迎这一个 为这么卓越特别的人物 听闻他是 以赛亚是救世主 他们聚集在路旁 他们希望耶稣基督 是一个政治的领袖 是能够帮手来推翻罗马 在那个时候 撒该竟然出现 这只罗马的走狗 在这个地方做什么呢 撒该就好像其他人一样 来凑热闹 来看看底下这个 一球人物是什么样的人 来听听他的演讲 是有多么迷人 但是他太矮了 他看不见耶稣 他只能看到周围的人的背影 或者就是周围的人 就故意的来做他的视线 因为他这个矮子 是大家所证悟的 撒该爬到山树上面 这个是高潮的开始了 耶稣基督走过 抬起头 看见这个矮子 耶稣基督会看到什么呢 耶稣基督 能不能看到他是一个坏人呢 耶稣基督能不能 要跟我们一样 来憎恶这个人呢 叫人惊讶的结果 是耶稣基督竟然 喜欢 喜欢撒该 假如 耶稣基督是卓越的 聪明的 他应该说 我不喜欢撒该 如果他说他喜欢撒该的话 也反映了 他的眼光是差 他的道德水平是非常的低下 撒该 是富有的税吏长 他是 是长官 他监督着很多个税吏 他好像是黑手党的教父一样 是蛮有权势 是非常误会的 富有的寄生虫 我们也会被耶稣 也会比耶稣基督出名吗 我们在表面上 一定会拒绝这位的撒该 但是和上次我们所读的 路加福音的第九章 我们见到耶稣基督 欢迎立位这个税吏一样 这次耶稣基督 也是在这个地方 欢迎了撒该 在撒该的里面 我们也都会见到 想起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 耶稣说到财主 就是每一天吃喝玩乐 每一日经过自己的家的门口 有拉撒路这个 起盖这个地方 他好像见不到这个拉撒路 为什么呢 是不是因为拉撒路是有问题的呢 最主要的就是财主 也认为拉撒路 是这个社会所摒弃的人 拉撒路这么凄凉 周深深 深窗 这么贫穷 因为代表着 是神对他的摒弃 这是当时的人一般的想法 但是耶稣基督这么说 不是 当撒该这个乞丐死的时候 他到耶和亚伯拉罕的怀里 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虽然他的样貌 他的状态 叫人误会 以为他是人所摒弃 其实不是 他是神所爱的 他是亚伯拉罕的怀中 其实耶稣基督同样 要像 撒该说同样的话 耶稣基督 好像这个地方跟撒该 说笑一样 耶稣基督站在树下 望着在树缝里面的 在叶缝里面的撒该说 撒该快下来 他说要跟撒该一起去吃饭 那就好像一个小孩子 跟神一起玩 哎我们一起吃饭呢 好不好 撒该就立即下来 欢喜快乐的 跟耶稣基督一起的走路去吃饭 在路途上 在研习间 撒该站起来 很欢乐的来表达 我要悔改 我是愿意向基督表达出 我愿意 是清新的 我要符合神的心意 我的心是要跟神的心 是合一 我以后 不会做神不喜欢的事情了 我要守节心轻 我的意念不能够虚妄 我不怀鬼诈 去待人 我要行公义 他要做神 喜爱做的事情 就是公义 好灵敏 他心里要诚实 是因为要正直 一次用两种方式来表达出 这种的愿意 表达出生命那种的正直公义 他的做法是怎样呢 将他一半的财产 和贫穷的人来分享 跟着 在同时对他曾经 敲诈过的 欺负过的人 要有四倍的偿还 曾经何时 你和我 是不是也没有行公义 没有好怜悯 你说呢 曾经何时 我们也都没有去识别 什么叫公义 什么叫做不公义 我们没有好好地分配资源 执行权利 我们也没有好好地偿还 我们个人欠别人的债 你说对不对呢 其实 我们也好像萨该一样 我们荣誉 参与了两种不公义的方式 我们有意无意地参加了 这个社会系统的不公义 另一方面 我们也增加了 我们的个人的不公义 所谓参加社会系统的不公义 就是说 我们是将人与人的关系 将它拉开 把 让贫富更加悬殊 我们知道有需要的人 我们没有去怜悯他们 所以我们不会给他别人吃饭 我们不会理念 一夜的 饥饿的人 我们是不会去传福音 这个社会的事情 不管我们的事情 在这个缘故 我们 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 我们 不诚实 我们也自己不公义 我们心里发生的是 恶念 凶杀 狗和 偷盗 网站 磅毒 我们所选择的是 行恶 当然 这两种的不公义 是会重叠 下该 面对耶稣基督 的欢迎 他也会说 我愿意悔改 我再不行 这两种的不义 是透过分享他的财富 跟贫穷的人分享财富 是能够增加 这个社会的公义 在另一方面 他个人是真的希望 是能够 真的伤害了很多人 他愿意四倍来偿还 其实不需要四倍偿还 我欠了你 按当时的律法 我还给你就可以了 就非常好了 但是下该就说 我会四倍来偿还 因此 耶稣基督 的回应就是这样子 下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意思就是说 他有信心的 他是公正的 他是正直的 他是清新的 所以耶稣基督来宣布说 今天救恩临到你这家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福音的来源 内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福音救恩就会来到 那些失丧的人 那些不应该被爱的人的那里 那些应该被人讨厌的人 福音跟救恩就会临到 这些人身上 在树下 耶稣基督指着这个恶棍 让他赶紧下来 萨该就一分钟就已经下来了 因为信心的缘故 就这么一分钟 他就站起来 他去行公义 萨该的回应就是说 我要改变这个生命 我改变我过往的时间 所以他是一个改变的人 是一个改顺的人 他是非常专一 他非常专注 他对耶稣基督 他的亲心 那些是不会分隔的幸福 顺服 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人 我就将已经清求的事情 我之前做的不对的事情 就改了他 因为这样 耶稣基督就称 萨该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救恩领导他 萨该从此之后 就不再是一位弄权的人 他是一个清新的人 他要守洁 心轻 意念不向续 往 不怀诡诈 对人 他要行公义 他要公道去怜悯贫穷的人 他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他要心理诚实 行为正直 改姓之后的萨该 他活出了他的名字的原本意思 你知道萨该原本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名字改得很好 他的名字的原本的意思就是 Innocent 天真 Purity 纯洁 单纯的人 所以当周围的人很讨厌萨该的时候 说他是恶棍 他是玩弄权柄的恶人的时候 耶稣基督看见萨该是一位清新的人 悔改后的萨该是一位清新的人 在今天 主唱桌的前面 在陈静佳的这个家庭当中 大家能看到神的面吗 有没有瞥见到神的面呢 能不能看到他的声音 能不能看到他用他的手肘 向我们动一下 让我们来看一下 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自己 你看看你自己 你是不是清新的呢 你再看看萨该 萨该这么坏吗 他是坏人吗 还是他都是清新的呢 哪一个人更坏一些呢 耶稣基督 再次说到 我来是要拯救时尚的人 我来是要拯救你们 你们要做下 一同的吃饭 一同的掰饼 前手煮餐 在煮餐之后 我们从萨该一起走出去 我们来找我们的邻居 我们跟他们一样来赞美 来歌唱 亚伯拉罕的父亲 有很多的儿子 有很多的儿子 有父亲 亚伯拉罕 我是其中的一位 你也是 让我们一同来歌唱 右手左手转过身来 坐下 这首是赞美的歌 是赞美的歌 I am one of them And so are you So let's just praise the Lord Right on left on Father Abraham Had many sons Many sons had Father Abraham I am one of them And so are you So let's just praise the Lord Right on left on right foot Father Abraham Many sons had Father Abraham I am one of them And so are you So let's just praise the Lord Right on left on right foot And foot Father Abraham Had many sons Many sons had Father Abraham I am one of them And so are you So let's just praise the Lord Right on left on right foot Left foot Chin up Father Abraham Had many sons Many sons had Father Abraham I am one of them And so are you So let's just praise the Lord Right on left on right foot Left foot Chin up Turn around Father Abraham Had many sons Many sons had Father Abraham I am one of them And so are you So let's just praise the Lord Right on left on right foot Left foot Chin up Turn around Stick down Take a step YourII Not Instant Now come on Of course Let's just praise the Lord Yes Forever I want you to listen to the Lord She can open in your heart Em 선 What is this Your heart You must be like Air It's just a It's my mother You're also Yah I want you to listen to the Lord I want you to listen to the Lord Haz Professor 我们的清纯非常的专注 你是亚伯罗汉的子孙 我也是 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 亦是我们非常自然的彼此相爱 这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帮助的 另一方面 如果你是爷爷奶奶 或是家里有非常小的孩子 你回家叫他来唱首歌 在YouTube上我们能看见 我们在这个歌当中 我们让他塑造这个美丽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来记得耶稣基督 他再次跟我们说 我来是要拯救失散的人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